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多位县府一级主管等共襄盛举 座坛会集结中央政府产业学界代表 共同为彰化县交通网提出意见分享 现场气氛热络 彰化县交通建设要继续教授 刚才赖局长赖会长提到 我们那个61县做了以后 以后大家回到公园 来吃蚝蚝 吃海鱼 看王宫的夕阳 以前在庄华市 要费到王庄 差不多要50元 甚至要费差一点点 现在接近20元就够了 20元就够了 我们的构梯 电路交通完成后 我们的电队政府要去远林 电队之前去远林到半点前 现在如果走到我们的交通道路7分钟 剩下7分钟 这就是带动我们的地方进步的基础 现场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你看他头一边一开始出来的话 他是把我们彰化北部 南部 这个海边 东边整个大的血管的系统 把他先勾论出来 那这个血管的系统 他不是只有在彰化境内 而是上 往北可以通到台中 或更北的 往南 可以跟其他的县市连接 这个东边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我们期待的是 高铁把全国的民众带到彰化之后 那我们藉由我们的区域的轨道 或者是藉由大宗运输系统 我们的公车系统 然后把这些民众从高铁站 拉到各个乡镇 到了各个乡镇 我们再藉由类似U-Buy 这样子的系统 让我们民众可以一层一层的 可以不靠自己的运输工具 他可以到达他要到的地方 很有名的旅游作者 说明这四人 感觉这个旅游 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发现幸福在彰化 就是担那个餐位 旁边都是灰 享受这个田园的风光 吃我们这个花草入菜的餐、茶 他觉得人生的幸福莫过一次 卓县长表示 感谢交通部的全力支持 让彰化县近年来得以建构完善的交通建设 从畅通铁路、公路、高铁 及未来捷运绿线等交通网路 以延伸民众优质生活圈 提高城市观光产值动能 并强化城市竞争力 成功带动彰化县整体产业经济发展 公益频道张华允台北采访报道 提高城市与台北采访可能